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悦 这个社会很复杂 社会的复杂原因之一 常常也是因为家庭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当然赞成一个犯错的人 应该生之以法 应该交给法律 应该受判断 法官判断在检索的服役等等等等 这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 当他在检索里面接受了教化 也许他想着 我回家 我真的要痛快前飞 我再也不伤害家庭 我再也不说来容易 回家 这条路好长好长 为什么 家人不见得就那么欢迎你 家人想到的是你从前 家人想到的你犯错 家人想到的你把家害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 有的时候 一个真的想痛改前飞回家的人 这条路就好难走 反而 在黑暗处 那些原先跟他一起为飞坐台的 很容易大家相聚 很容易大家相聚 亲爱的朋友 我们好好想想 如果是我们犯错 我们心不希望我们重新改过来 如果是我们的家人 如果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孩子 犯了错 你要不要从最起初的 但那一份感情 你饶恕他 宽容他 再给予他机会 社会的和谐 是因为无数的家庭和谐 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而且还有 若是我们身为家人 有时候也犯错的时候 不要把所有的错诸 都责怪那个曾经服过意的更生人 好好地想想 为了家 为了家庭的和谐 上帝赐福你们全家 请不吝点赐福